嗨 能遇见你多么的幸运 一起为生命订阅觉醒智慧 来点有温度的香与光 本节目由香光泥僧团企划直播 来点香光的朋友你好 我是香光泥僧团企划法师 最近常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 现在的记忆力越来越过好了 怎么办 总是忘东忘西 刚刚记得要去做的事情 或者刚刚放的东西 一转个身就给忘了 还有的人更严重了 已经进入了 外出常常忘记拿自己的包包 而丢掉包包 常常忘记拿行李的健忘境界 这真的是会造成自己生活上很大的困扰 今天就要跟你分享一个 佛教很有名的咒语 这个咒语可以帮助你增加你的记忆力 这就是虚空障咒语 如果你想要参加考试 或者是正在学习的学生 或者你是佛教徒 想要背诵经文或者是咒语 授持虚空障咒可以帮助你增加记忆力 快速地完成背诵记忆 为什么叫做虚空障菩萨呢 虚空障菩萨是我们大圣佛教八大菩萨之一 三世诸佛的第一俯成 根据虚空障菩萨经记载 虚空障菩萨在众多菩萨当中 专注这个智慧 功德 财富 因为菩萨的智慧 功德 财富 如虚空一样的广阔 无量无边 并且能够如愿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使众生获得无限的利益 所以称作虚空障菩萨 那么受持虚空障菩萨法最有名的故事 就是日本东密出主空海大师的故事 空海大师是西元774到835年的人 俗姓左伯 又名真鱼 密宗灌顶的法名是片少金刚 他被日本天皇封为红法大师 是日本密宗的出主 他也是中国密宗主师 为国的德意弟子之一 也是日本文字评价名的创造者 空海大师他在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天有一位沙门传授他 虚空障求闻词法 这是念诵虚空障咒增加记忆力的修持方法 在空海大师的自传 三教指规中提到 如果照着经中所教 念诵虚空障菩萨的真言 也就是虚空障咒一百万遍 就可以背诵以及了解一切的经文 也就是对于所有经文的文具 能够过目不忘 完全的了解 空海大师对于这一点 他深信不疑 他非常的有信心 他认为这是佛陀所交代的 因此不久之后 空海大师他就离开了学校 到山里面专心去修持 终于在修持圆满日 山谷中出现了回音 天上出现了明星 虚空中更出现了虚空障菩萨的会见 飞入飞到了这个 空海大师的嘴巴里面 那么空海大师 他是历史上有名的语文天才 他到中国留学 三个月就学会了梵文 他的记忆力特别好 学习能力特别快 现在日本四国片路 四国就是在日本四国地区 有八十八所与空海大师 有渊源的寺院 都被通称为四国八十八所寺院 成为日本佛教徒的朝圣地点 其中第二十一间寺院太龙寺 还有在修持虚空障 求闻词法 也就是他们会每天念诵 两万遍的虚空障咒 五十天就是一百万遍 另外有一位朋友 他授持虚空障咒 他每天读诵三百到五百遍的 虚空障咒 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感觉没有什么效果 可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奇迹出现了 他看过或是听过的东西 过后他都能够很清清楚楚地 回忆出来 比如说老师在课堂上讲课 他可以回忆出老师所讲过的每一句话 在黑板上所写过的每一个字 后来这个朋友 他因为忙碌 就没有再继续受持虚空障咒 他的记忆力也就退回了原来的状态 所以虚空障菩萨的真言 的确对于提高记忆力有很大帮助 而且记忆是更直接的 达到不记而记的最高境界 不像其他的记忆方法 要靠编故事或者是 有一些图像形象来记忆 这中间又多了一道工序 受持这一种虚空障咒 他方法是很简单 但是就是跪在持之以恒的坚持 接下来跟你介绍 受持虚空障咒的方法 我们每天早餐前念诵 最好是九点以前 你可以放一杯温开水在桌上 然后双手合十 第一要先称念三遍的 拿摩虚空障菩萨摩阿萨 第二就持诵虚空障菩萨神咒 你可以念七遍或者是四十九遍或者是一百零八遍都可以 第三然后就把这个开水喝下去就完成了 如果只有持这个虚空障咒没有供水也是可以的 我自己每天也会念诵七遍的虚空障咒 当作自己早上定课的内容之一 我觉得对我自己的记忆里很有帮助 最后我邀请相关尼僧团的范白老师 建祥法师来读诵七遍的虚空障咒 你可以跟着法师一起念 来点相关祝福你 记忆力增强 善念正常 南无虚空障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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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罗色皮 前佛说色皮 也婆奈色皮 伯策说明 伯扎罗色皮 小碌照可色青 和大家有的 祝福天 阿尼罗色皮 伯扎罗色皮 潜伏属色皮 norte山 和地 阿尼罗色皮 伯扎罗色皮 他 Speque 祝福天 阿尼罗色皮 请相关闫 全看到 阿尼罗色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